有關李旺陽的主題 這次坦白說是第一次的 我見到的是我們面對同一樣的高場 他的那份堅持是真的我們遙不可及 好像很多事都很徒勞無功 好像這麼久以來都好像 不要說進步是一直在退 但是我們都沒有資格去說這句話 因為我們都是繼續爭取這件事 之前一直都可以在實體 在維園裡面參加一個燭光的悼念晚會 但是當一個大家都認為是行禮如宜的儀式的時候 然後都不可以參與 其實我們就是用不同的形式 因為我們在錄影大窗外面 我們在錄影大窗外面的天空 好像回想起他 在錄影大窗外面的光臨上 他們以為你倒下的 真正倒下的 試探 我不覺得六四的真相會被抗 我不覺得李王勇會被抗擊 我只是擔心 我們沒有辦法全正 六四會有很多人會做很多事 尤其是香港變成已經是生根的一個記憶 你看到很多人明知銅鑼灣很危險 但是他仍然都去 其實是一件很震撼的事 但是六月六號 他仍然需要栽種 但是本來承載他的民間組織被解散了 所以明明是一個十周年那麼重要的時間 那麼值得記住的時間 但是都好像沒有人做 所以我覺得很需要補這個環境 我們面對同樣的高場 悼念是一個理性的區分的選擇 區分他究竟是和香港人有關的意義 悼念是仍然留在這裡 仍然記得的人應有之意 這些瓦解之後 我們看得見的是每一個人 所以不需要我再入到某些組織才可以去參與 形式其實真的不要緊 因為我們信念在心裡的 其實是可以轉發成任何的形式 聽得見嗎? 世不瞑目的呼叫 看得到嗎? 永不屈塞的靈魂 這是一個夢 可定又成為真實的一天 笑吧 不容哭 我們手上沒有唱歌 卻有靜意本身 我們就要唱歌 我們要唱歌 我們要唱歌 歌曲 我們要唱歌 一個字幕